刘德华女儿运动会好驾驶派三名保镖去现场护驾!网民果然是天王女! 天王刘德华多年来对私人生活一直保护得很好,宝贝女儿刘向惠在2012年出生后,刘德华更是升级了保护措施,把女儿隐秘保护起来,外界很少见到的她真容。 随着女儿的长大,刘德华也逐渐放宽了保护,对媒体不再严防死守,先是与朱丽倩大方参加女儿幼儿语言毕业典礼,在去年底举行的个人演唱会上,朱丽倩与女儿更是一场不落地前王鹏场。 前刘向惠参与学校举行的一年一度运动会。 当天无法亲自参与的刘德华,安排了三个保镖为女儿护驾,让汉娥看起来可说是非常有天王女驾驶。 刘德华和太太朱丽倩在2012年诞下了宝贝女儿汉娥。 时光飞适,汉娥如今已七岁,目前在港岛名牌国际学校就读。 汉娥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一年一度运动会,刘德华因避免引起轰动而选择不亲自参与。 不过她很贴心地派出了念四孝妈妈朱丽倩到现场照顾爱女,更特别安排了三位保镖护驾,先是一位保镖跟在身旁,之后另外二位则在外围严防偷拍,十分大阵仗。 运动场内有个光头保镖贴身是后拍额,而场外则有两个保镖不时巡查运动场的周围环境,严防偷拍。 运动会当日早上约九十二名保镖护送朱丽倩到运动场后,就一直留守场外,也不时巡视周围环境看看小公主是否被偷拍,表现非常认真谨慎。 场馆内则有另外一位光头保镖贴身跟随汉娥,只能说天王女果然非同反响。 朱丽倩带她比赛完返回看台,第一时间帮她抹汗间整理头发,对女儿照顾尤家。 最难得的是,虽然是老来的女,但刘德华与朱丽倩并未过分溺爱女儿,而是把刘向会叫得懂事有礼貌,对老师和同学都非常亲切,与同学不时搂坐一团,人缘甚好。 与光头保镖相处时把谢谢挂嘴边等候比赛时,又会安静地排队,十分守规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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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